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艰难的挣扎想要站起来 可是了几次都没如愿 见此 二人对视一眼 现身走出去 魏无羡好心将那人扶起来 来回打量了一下 这人锦衣华服一看就是傅家子弟 然而不知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全然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脸上挂有淤青 嘴角似乎还在渗血 见有人搀扶他 便紧紧抓住魏无羡的手道 救救命 救 救命 说完便晕了过去 见此蓝忘机拿出一粒丹药给他扶下 并且还用灵力辅助他疗伤 不出半省这人苏醒过来 见蓝忘机和魏无羡 如救命稻草一般道 救命救命 魏无羡道 怎么回事 说吧你要我们怎么帮你 那人道 我要去寻仙师替我家出邪碎 蓝忘机魏无羡二人对视一眼 魏无羡道 你家在哪 家中又有什么邪碎作乱 那人道 我家住在城东刘府 求求你们带我去城南客栈寻白衣仙师 刘府 魏无羡黑眸一转 道 我们应该就是你要找的人 你先说你家怎么到底 招惹惹什么邪碎 为什么你看上去这般狼狈 那刘仙公子看了看蓝忘机 见他气度非凡 却是年纪轻轻 他有些质疑道 你们真的是仙师吗 为何如此年轻 魏无羡道 别质疑了 我们就是你还是先说说 你这边是什么情况 柳公子道 我家是水商大户 住正在我们这里的仙门世家马是家族马锦玉 他贪恋我家钱财勾结要挟害我全家 魏无羡与蓝忘机相识一眼 皆不言语 魏无羡心道 虽早推断出马锦玉有问题 但 这人说的也并非全然可信 柳公子接着道 这马锦玉 他他根本不是人 他纵鬼行凶 杀了我家所有女眷 就连我年迈的母亲都没逃脱 闻言蓝忘机微微醋眉 脑海里浮现一些断断续续的线索 魏无羡道 你别急 从头说起 柳公子道 那个妖妇冤往我家勾结妖物 利用他职务之 便将我们全家软禁在府内 还派人日日独当我们 而就在今晚 我爹趁监视我们的修士 不注意偷偷将我送了出来 让我到城南找白衣仙君 求他来救我一家老小 蓝忘机浅眸闪过一道暗光 与魏无羡对视一眼 意犹所指的点了点头 蓝忘机道 带路 闻言 那柳公子连连爬起来 领着二人往城东行去 几人快速穿梭在街道 援摸大半课中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柳府 魏无羡走进大门 蓝忘机拽了他一把道 有结界 柳公子道 这结界是哪妖妇所设 他就是用这个 将我们一家老小困在府内 还请先师能救我家人 魏无羡点了点头 隔空话夫打出 被扶转击中的结界像冰浴火一般 瞬间融化出一个大洞 燃结界被破 人还没进去 便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外 还伴有阵阵惨叫之声 蓝忘机眉心一宁 手持碧尘一挥 瞬间住门大开 而此时院子里还有一名身穿马式家族服的南修 郑勇鞭子抽打一名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浑身是血跪趴在地 显然已无力挣扎 蓝忘机随手将碧尘翘支出 打晕了那名正在湿边形的修饰 爹爹你没事吧 那柳公子连滚带爬哭喊着过去扶起那名中年男子 让他坐在地上靠着自己 蓝忘机拿出一枚止血阵痛的丹药 事宜让刘老爷服下 随后他又用灵力帮他调息了一下 片刻后那刘老爷清醒过来 见到蓝忘机与魏无羡激动地跪在地上 道 仙师仙师的搭救之恩 小老儿今生无以为报 来世必当节草闲还 他拱手作医又道 仙师还肯请仙师搭救老朽一家 魏无羡道 老先生严重了 举手之劳 还请你将事情的原委细说一遍 刘老爷卡出一口血 被靠在柳公子身上吸了一口气 道 我柳家世代经商 家中也比普通商户更为殷实 几个月前我家接了一笔大订单 原以为会顺风顺水 却不料这招来了这怀音马家的嫉妒 有一日他们的宗主马锦玉 突然带着大批修士携上门来 说我家勾结妖物谋财害命 他说他身为此地的修仙世家 必是要替天行道 让我们交出邪碎 说完他就用妖法将我们一家老小软金在府内 不仅如此 他还谋夺我家家产 原本这样就算了 可这几个月来每隔几日 他就带着一个鬼怪来我家 这哪是我们勾结妖物 他勾结妖魔鬼怪的明明是他 那刘老爷老泪纵横 微微咳嗽了一下 接着又道 那鬼怪每隔三五日 就会过来 带走我家的一名女眷 将他们杀害 我的妻妾女儿还有侍女全都无疑幸免 如今我家只剩满钉 我怕他会伤害我儿子断了我家香火 所以今晚我拼了老命 也要将我的儿子送出去 让他去城南找白衣仙君 救我一家性命 若是找不到仙君来此 他也不必回来 能保住命就够了 闻言蓝忘机垂谋 若有所思 魏无羡继续道 那你可知道 这马是为什么要抓走你家女眷 并害其性命 刘老爷叹了口气道 我只知道他是要谋财 可是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让鬼怪来杀我妻女 可怜我妻女妻是近三十人 全都命运那鬼怪之手 刘老爷越说越伤心 哭着与柳公子相互依靠 魏无羡用肩撞了一下 蓝忘机道 蓝湛 你看这马景欲杀的都是女眷 莫不是在修炼什么阴邪之法 沙漫 编花 土沙 打擾 在修炼